在做鋼筋吊掛的時候 吊車不小心翻覆 人員目前意識清楚 已經就醫 消防局在今日的8點29分 接到民眾報案 在巴德路市段有一處公地 發生吊車翻覆的事件 有人員受憤的狀況 我們消防局立刻派遣 9車29人到達現場進行搶救 有一名吊車的司機 大概30歲受困在吊車的駕駛艙內 吊車部分卡在工地邊坡邊緣的部分 現場也是岌岌可危 我們初步評估現場是穩定的 但是我們做個減傷發現 這個受困的人員 這個駕駛艙已經有變形 而且是卡在整個機具的邊緣 脫困上面可能需要花時間 請了三種三名的醫師到達現場 做評估以及協助做處置 因為他右手有卡住的情形 先做一個止血 也做了靜脈注射 我們搜救分隊的同仁到場之後 評估我們用一個成頂的方式 創造空間 我們大概在9點29分的時候 把人員已經脫困送醫 患者的意識清醒 右手部的部分有一些創傷 頭部的部分也有大概 六公分的一個撕裂傷 早上在做鋼筋吊掛的時候 吊車不小心翻覆 人員有壓在裡面 我們有請消防隊這邊來支援 人員目前意識清楚 已經救出送醫了